记者林心汉基隆报道,基隆市文化局今天宣布和中华电线合作,在文化局图书馆提供Henny电子书程APP服务,民众持手机,平板到文化局图书馆使用Henny电子书程APP,可免费阅览180种期刊,8种报纸及其他电子书,没有手机,平板也可以向图书馆进用。 文化局副局长李天庆指出,Henny电子书程APP服务,与传统的电子书买断方式不同,不受分数限制,民众只要踏入文化局图书馆利用GPS定位,打开安装好的Henny电子书程APP,就可以阅读里面的期刊书报,满足习惯数位阅读的民众, 也让习惯到图书馆阅读期刊报纸的民众,不用再排队等候纸本。 基隆市长林又昌表示,时代在进步,图书馆服务也要进步, 基隆除了和台北市、新北市合作分享阅读资源, 自此推出的APP服务,与过去传统电子书服务方式不同,市民可透过数位行动载具阅读更丰富的资源,不受解,还书限制,更为多元便利。